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致电股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和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祝贺 强调愿同股方领导人一道努力 不断拓展两国合作广度和深度 推动中股关系 行稳支援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当前海湾地区的局势高度复杂敏感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保持克制 来共同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坚定地支持多边主义 一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联合国开展工作 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负责任的国家 中国认真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 已经足额缴清了今年的联合国会费 古特雷斯秘书长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财政资源 是联合国正常运作的基础 按时足额无条件地缴纳联合国会费 是会员国军英旅行的联合国宪章义务 美国作为联合国第一大会费国 长期拖欠会费 累计拖欠约10.55亿美元 占全部欠费总额的76% 许多国家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 我们敦促各成员国都能切实地履行财政义务 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困难 这两天我一直在重申中方的原则立场 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同美方来共同努力 来推动此次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局磋商的具体情况 我建议你向主管部门去询问 中方当然也会及时地发布有关的消息 首先我想强调 中国政府一贯在相互尊重 不干涉内政的等原则的基础上 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我们从来也没有兴趣 干涉别国的内政 至于澳方所称的网络攻击事件 我这次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 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同时我们也敦促 有些人不要碰到什么事情 都把脏水往中国身上泼 最后我要强调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希望澳方的有关人士 能够摒弃冷战思维 摘下有色眼镜 多做有利于中澳关系 和双方互信的事情 我想无论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 开展交流合作的一项重要前提 就是要相互尊重 专理提到冬奥会 中方正在积极 为2022年的冬奥会做筹备 有关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我们欢迎各国的运动员 教练及时到中国来参赛 正如我昨天所说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 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 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同国际社会积极地互动 也欢迎外国的机构和人士 来华开展交流与合作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